史上最和谐事故处理方式 两车刮擦后车主接投滑权定责 8月28日成都科华中路与长荣路交叉口 一辆奔驰车与一辆出租车发生刮擦 随后两车主因责任认定产生争执 经商一两人决定采用滑权的方式来界定责任归属 后因滑权耗时繁琐又改成简单石头布 最终奔驰车主开权失败赔偿了出租车700元